今天来是想跟我的偶爸韩剑哥哥告白 为什么要选择到这来告白呢 韩剑谁啊 一个认识的人 那你们怎么认识的呢 在网上认识到 之前跟我前男友分手之后嘛 然后我就各种颓废 然后我就在网上玩游戏 然后就认识了他 我觉得他跟其他男孩子不一样 特别关心特别体贴人 假如你生病了 他就会说你头疼喝什么药 然后胃疼喝什么药 没有一个男的这样对过我 为什么要选择今天来告白呢 在生活当中不可以在网上跟他告白呢 我在网上跟他说过 我觉得我们就挺适合做男女朋友的 他也没有拒绝 也没有那种肯定 然后我就想约他见面嘛 一直 你想见他 我就一直想见他 因为没有见过嘛 他怎么回应他不见面 各种拒绝我嘛 就说没时间啊 我这边忙 然后你 反正就各种理由嘛 我也不能 你们通过什么聊 QQ 对对 QQ 视频吗 不视频 他觉得 特别尴尬 不知道说什么 你连他的照片都没见过吗 有 有 有照片 是他吗 嗯 这不挺好的吗 我也觉得挺好的 啊 我也觉得挺好的 挺好吗 你满意吗 我觉得有点像饼干几年前的照片 会不会在网上找的 你们在交往的过程中 他有没有问你要拿过钱啊 会说我工作 呃 资金就转不离哪 问你有没有 没有 夺取过物质这方面 没有 一般都是他给我寄礼物 很有可能就是一个大骗子 就是特别会讨好的女生 然后让女生首先是对他超级的信任之后 又非常的依赖他 他是在密谋一个更大的骗局 所以很有可能他真的就是骗子 我觉得他根本就是自个儿跟自己在谈恋爱 他不愿意见你 他可能连那个声音都没有流过 对不对 有三个条件称之为爱情 第一个条件是亲密 第二个是有激情 第三个条件是承诺 网上是有些人是不涂力不投色的 他就是跟你聊 他是有女朋友的有妻子的 他天天就坐在那用微信 或者是用QQ的方式跟别人聊天 但他真的是不会跟你有实质性的来往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人 我相信他不会骗我 想好了 来请站到开启告白这门的恩借房 我问你几个问题 你确定你喜欢他 特别喜欢他 如果他出现了以下三种原因 你还会跟他在一起 第一 如果他有女朋友或者有婚姻 你怎么办 让他自己选 如果他选择自己的女朋友 那我就走呗 你就走是吧 嗯 好 还好扁了半天嘴是说要走 有志气啊 第二 他年纪比你大上许多 你怎么办 你接受吗 接受 第三 他的外形上有残缺 或者不如你所想的那种外形 根本不跟照片上那样 我也接受 你也接受吗 真的啊 嗯 好 第四 他没有他在网络上聊天的时候 显现的那么好 实际生活当中 他是个脾气暴躁 又或者是说 有种种不良 生活好奇的人 我觉得他不是 这女孩 开门有危险 你坚持要开门啊 一起来倒数五个数 五 四 三 二 一 新安建 二 三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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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小儒 你好 你好 你是谁 你好 组织人 你是谁 我是韩剑 你就是韩剑啊 对 你为什么躲在帘子后面不出来呀 我怕让小儒看到我这个样子 我怕她失望 怕她伤心难过 你担心什么呀 因为小儒之前给我说 她如果我今天不来的话 她以后就不交一性朋友了 我不想因为我的自私 而影响到的她以后所得到的幸福 我觉得有些事隔成沙就好了 虽然网络是虚拟的 但网络上的那种关心 相互的关怀 我觉得这个是真实的 这样也没有彼此相互的伤害 我觉得这样会更好更完美 所以说今天你到底拉不拉开刷脸 决定权在小儒是吗 韩剑你出来吗 我想见见你 小儒 我可以问你两个问题吗 一呢 就是当初你给我要照片的时候 那个不是我本人的 我给的你是我朋友的照片 这样你还会怪我吗 你来都来了 我不会怪你的 二呢 我会让你失望的 我劝你还是不要见我 如果你见了我 我怕你会不喜欢我 会讨厌我 反而反感我 我劝你还是不要见我 好吗 我要见你 你出来吧 无论如何 我都要见你 小儒 我最后再问你一次 韩剑已经告诉你了 那张照片不是他的照片 你见了面之后 有可能会失望 虽然你刚才跟我们承诺 说即便 他跟照片上的人不一样 也满足不了你的外观需求 甚至身体会有残缺 你也都接受 是吗 你现在确定还要打开帘子吗 真的 韩剑 你好 他始终执着地要打开帘子 你愿意吗 你又好 你说 我 我 是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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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更不能以虚假的资料来代替自己 我真的特别感谢你这一年多的陪伴和关系 我觉得没有你我可能走不出失恋的阴影 我觉得你真的特别好 真的特别善良 那你是否还要告白呢 还要告白 我觉得告白就没有必要了吧 怎么没必要 我觉得你以后还会找到比我更好的 不说这个话 从某些角度上来说 你比好多男人多强 至少你在这个聊天过程当中你是真挚的 我觉得他应该是一个特别真诚特别善良的男人 来 为他鼓个掌 我觉得两个人呢 相处了这段时间已经培养了一定的感情基础跟默契啊 这个即便是爱情不存在的话呢 友情还是可以长存的啊 坚强你自己自信面对你当下的这份情感 勇敢地去解决它去面对它 谢谢 谢谢老师 他们俩身体上的差距是个现实的问题 但是我希望待会在告白的过程当中 不管是友情还是爱情 小如 不要有怜悯的心理 一旦有了怜悯和同情 那就不是爱情 你就是把他当一个男人对的 要是欣赏的目光 第二 你呢 也不要有自卑的心理 男人比的是什么 男人比的不是个子 不是高爱 不是出生 不是收入 比的是责任 所以你也不要自卑 你也不要同情 因为爱情不是拯救 爱只是爱 说爱情就说爱情 说友情就说友情 发乎于心 心里怎么想就怎么说 不要被道德所绑架 好不好 好 接下来把舞台交给你 小如接下来是你的告白时间 好吗 把舞台交给小如 接下来是小如的告白时间 韩剑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今天我们的见面会这么尴尬 让你付出了这么多 终于明白你一片尘灰 对不起 没事的 我知道你迟到会有每一天的 这也不能怪你 其实我就是很简单地想跟你在一起 我没有想其他那么多复杂的东西 我就是想让你做我的男朋友 可以吗 对不起 我不能 给你 无数动人应付在我生命 爱过你 真的对不起 我也许 你会找到更好的幸福的 我以为我不见你 就会失去你 没想到我见了你 也还会失去你 没有的 不是这样的 很感谢这一年来有你的陪伴 谢谢你 是啊 我唱个遗憾 但还失去 如果所有的错终来一次 不复给你结局 终于落下手指负的那首歌 我听着每一个音符流过的回忆 为什么在那么多年以后 还不能说再见 那我们还能做朋友吗 你还会像以前那样对我好吗 当然可以 这也是我梦寐以求的 我希望以后还是有什么事你给我说 我还是像以前那么帮助你 我也想帮助你 你有什么心里憋着的就给我说 好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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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是友情还是爱情 我选择 我选择友情 你呢 小龙 我以为我不见他 就会失去的 没想到我见了他 还是失去他 你没有失去他 你们俩不是做朋友吗 你是多大来着 22 你呢 24 叫哥 你呢 你呢 暂着 你啊 我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